各位同學,大家好 那我們接下來介紹角動量守恆 之所以要學角動量 就是因為角動量在某些情況下是守恆的 就有如我們之前為什麼要學動量守恆 為什麼要定義動量是m乘上v 那就是因為學者他們發現 在某些情況下動量是守恆的 那同樣的我們也為什麼要學角動量 就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角動量會是守恆的 那我們要回顧一下 回顧一下動量和力的關係 力是動量的 力就是動量隨時間的變化率 動量隨時間的變化率就是力 那反過來說 什麼時候力 什麼時候動量才不會變化 那就是合力為0的時候 從力為0的時候 總動量守恆 好,那這樣的話我們把它類比到 我們的角動量的情況 在我們前面的章節 我們介紹角動量它就是 角動量的十變率就是力矩 力矩就是角動量的十變率 好,所以像動量守恆的條件是 什麼時候角動量不會變化 合力矩為0的時候 合力矩為0 合力矩為0 則系統的總角動量守恆 則系統的總角動量守恆 合力矩為0 則系統的總角動量守恆 合力矩為0 那我們就可以寫成 那我們就可以寫成 劉塔L等於0 那也就是 後來的 角動量 原來的角動量 就會相等 那進一步的 我們把它寫的 用角動量的公式寫出來 那就變成 R1 M V1 Side Z1 等於R2 M V2 Side Z2 這個我們之前 介紹的角動量的公式 那這時候M會消掉 所以會變成 R1 V1 Side Z1 等於R2 V2 Side Z2 這個式子就是 角動量守恆的公式 它的速度和距離 會有這樣的關係 速率和距離 會有這樣的關係 那如果說在 繞圓周運動的情況下 好 這裡我們寫一下標號 第一個 好 第二個 動點 圓周運動的情況下 速度和半徑垂直 所以這個時候 Side Theta 的Theta 就會等於90度 就會是這樣 那上面的這個式子就會簡化為 R1 V1 等於R2 V2 這僅限於 僅限於R和V甲90度的情況 好 那 圓周運動又有另外一個公式 就是 回顧一下 V等於Rω 再把這個T換掉 就會變成 我們就直接寫結論就好 R1 平方 Omega1 就會等於R2 平方 Omega2 這個就是 在圓周運動情況下 如果合力舉為0的 角動量手衡公式 實際上的例子就像是 課本有提到的 花式滑冰 花式滑冰 如果這個 表演者 他開始轉動了 然後他會把他的手收回來 收回來轉速會加快 因為在他轉動的過程中 地板給的摩擦力很小 地板給的外力舉也很小 所以他是符合合力舉為0 角動量手衡的條件 那這個 滑冰的表演選手 他會把他的手 從長的狀態縮回來 半徑變小了 半徑如果變小 角速度就會上升 這可以用這個式子來表述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結論就是 角動量手衡 會導致等面積速率 等面積速率的結果 好 如課本的例子 我們先看等速運動的情況 等速運動 合力是0 那也就不會有力舉 合力是0 應該說他是單止點的情況 無受力 完全不受力 而不是合力是0 無受力 那就也不會有力舉 那麼 課本舉的例子是這樣 如果一個物體 質量M 它 速度B 維持等速直線運動 那我們從一個參考點 觀察它 好 我們從這兩個 從這個點 O 觀察 R 這兩個 位置 那 第一條 紅色的 我們叫它R1 那R1和B 夾角 就是 這個Z1 而R2跟B的夾角 就是Z2 那我們來算算看它的角動量 L1 就會是 根據 角動量的公式 就會是R1 M乘上 V V今天是等速運動 R去乘上 Size C1 那 可是 這個R1和Size C1 R1和Size C1 R1和Size C1 可以 合併成R垂直 R垂直 就在 這裡 對不對 因為 紅色的R1 Size C1 就是R垂直 所以它這裡可以寫成 R垂直 M V V 那L2也是 L2 的話也是 R2 乘上M 乘上V 乘上Size C2 這個R2 跟Size C2 也可以 換成R垂直 所以 所以最後也變成R垂直 這代表說L1跟L2 L1等於R垂直 MV L2也是 它的確是腳動量守恒 沒有受益就是 腳動量守恒 那好像也是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 但是我們接下來來看這個 面積 這個面積叫ΔA 那 在這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之內呢 它走了 V層上Δ的距離 那要算出這個面積的話 那要算出這個面積的話 這個面積就是三角形面積高乘以底除以2 面積ΔA就是2分之1R垂直去乘上速度乘以時間 那再把時間除到等號的左邊 那再把時間除到等號的左邊 我們會得到面積速率 面積速率 就是用面積除以時間 那流下的距離 那流下的距離除過去 右邊剩下1分之1R垂直乘以0 那在等速運動的情況下 V就是固定的 那這個就會是一個定值 等速運動的這個情況下 它就會是 定值 這個是說明 它在 它在角度量手衡的情況下 那 面積速率這個物理量就會是一個定值 不過呢 再更 進一步的 我們可以 說明 就算它有受力 也有機會 使面積速率為定值 只要它的力 是沒有造成力矩的 就可以 那我們待會兒 在更深入的簡介 各位同學 那我們剛剛呢 把這張圖畫出來 就是為了要解釋 如果 行星到太陽 然後以 合力矩為0 那 角度量手衡 那還是會有 面積速率為定值的 結果 不僅僅是 等速度移動 才會有 才會有 等面積速率的結果 那這裡這個太陽 吸引行星 那 那 行星原本在A點 那 後來 走到B 那走到B 是有 受到引力的結果 可是如果他不受引力的話 不受引力的話 他應該要走直線 走到這個 走到C 這個C 是 如果 等速運動 就會達到C 達到C的位置 可是他今天不是等速運動啊 他有受到外遊引力 所以 所以 在A點的時候 他受到一個引力 受到引力 那受到引力 在引力的作用下 他不是 他一邊走直線 從A走到C 這個C寫下一點 他一邊走到C 可是一邊又受引力 最後呢 在兩個 兩個 向量的加總之下 他走到了B 這個B 這個B是 受引力 受引力會達到B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看他的 所為出來的面積 S就是上 蔡亞 SAC SAC的面積勒 就會跟 會跟SAD一樣 我們接下來顯示面積 面積 SAB SAB 就會等於SAC 因爲什麽呢 因爲這兩條引力所 沿著這個白色線 是平行的 是平行的話 代表說 他們的高 他們的高 他們的高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是 他們的底都是SA 然後高都是H 高都是H 所以 SAC跟SAB面積是一樣 然後呢 又會等於 S 又會等於 AC去乘上 這一段 把關掉 又會等於AC去乘上這個R垂直 對不對 因為底可以高 那AC其實就是速度乘上時間嘛 所以 最後它就可以寫成 二分之一的R垂直乘上 速度乘上時間 所以這樣就證明了 SAB面積 SAC面積一樣 然後 他們就會等於二分之一 速度乘上時間 乘以R垂直 那這把時間除過去的話 就會得到 相同時間內 所掃過的相同面積 相同時間內掃過的面積相同的結果 就是 科普樂第二定律 所以我們用演繹的方式 把科普樂第二定律推理出來 那 這個情況 它並不是不受力 它有受力 但是 它的受力呢 引力是通過太陽 以太陽為參考點 合力舉為0 以太陽為參考點 引力對行星合力舉是0 好 謝謝各位同學